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作为女性最常见的乳房疾病,随着发病率的逐年增高,发病年龄也变得越来越低,严重时会有癌变的可能性, 从而引起广大女性朋友们的重视,发病主要与内分泌失调,长期食用醋寒瓷激素的食物,生活饮食习惯,精神紧张,情绪激动等因素有关,乳房作为乳腺类疾病的外部表现,同时也是女性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,那么,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我们的乳房? 乳房和缓解乳腺增生,乳腺增生的症状,一,患上乳腺增生的前期预兆就是月经失调,经期不稳定,月经的量太少或者月经色淡,经常有痛经有时,还会有胸部胀痛,二患上乳腺增生会经常出现乳头乳液的情况,这种乳液多表现,未自发性,注意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乳房,很有可能会恶化病情, 乳液的颜色多为草黄色或棕色浆液性乳液,三,患上乳腺增生乳房会经常胀痛有时,还会伴有局部刺痛,单侧或者双侧触摸感觉到有些刺痛感,这就是乳腺增生的前兆,乳腺增生的食疗方法, 一,黄旗虾仁汤,先虾仁100克,黄旗30克,淮山30克,蛋龟15克,枸杞15克,结果6克,生姜3片,先下去壳去虾仙及虾仁,准备好其他材料,要采洗干净后装后煲汤袋,锅中加水4碗,放入煲汤袋,枸杞和姜片,中火煲半个小时左右, 然后将煲汤袋拿出,倒入鲜虾仁中火滚上5分钟就可以了,喝食加盐调味即可,黄旗有益气固表,沥水消肿,活血化淤,活血通乳功效,适用于治疗乳腺增生,乳房疾病等,二,滋补红枣花椒炖汤,花椒适量,虫草花适量,百合适量,莲子适量,枸杞适量,红枣适量,红枣适量,把这些原材料准备好,将莲子, 百合用温水泡发,把莲子去掉内心,我用了两个炖钟,把材料平均放进去炖钟内,注入炖钟一半多少许的水位,插上电源炖三五小时即可,出炉前放入冰糖即可,能调养气虚,活血化淤,还能抗氧化,在预防乳腺疾病生有很好的帮助,现在,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女性患有乳腺增生怎么治疗好了, 在发现有了乳腺增生的症状之后,希望女性能够重视起来,应及时照出各种的原因,并分清楚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,如果是生理性的,通常通过自我调理逐渐恢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